美国正在敦促西方盟友与北京保持距离 甚至要求他们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 在远东大国投资了巨额资金的很多德国公司担心 若德国政府趋于美国人的压力 将带来可怕后果 数据证明德国经理们是对的 例如大众汽车目前销售量的两辆汽车中 就有一辆是在华出售的 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2019年双边贸易额超过2000亿欧元 许多研究还表明 德国消费者从廉价中国进口的产品中受益 即使对德国本土企业 中国也是要销售市场 德国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 德国三十大集团18%的销售额 是在中国市场创造的 2019年 德国经济产值的4% 完全依赖于来自中国的需求 德国经济学家克拉默说 4%听起来并不多 但其实很多 相当于1230亿欧元 有些人呼吁德国经济 因与中国脱钩 尤其是认为本土产能创造就业岗位 但德国的工商会对此表示反对 因为德国超过80万个工作岗位 取决于来自中国的需求 德企在中国的黄金时间 还没法远去吗 阿迪达斯等德国公司 在华增长依然强劲 但现在需支付的薪水和营销费用 比以前多很多 中国政府也要求外国公司在当地加大研发 因此 留回德国的资金减少了 但就在几周前 大众汽车宣布将在华投资20亿欧元 用于电动汽车领域 根据德国工商会总会的数据 中国有5200家德国公司 实际上 中国在一些技术上已经取得领先优势 中企在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 人工智能开发和5G移动通信标准等方面 已成世界领军者 进而世界经济研究所主任费尔伯曼尔说 事实上 我们在技术上也依赖中国 德国人在中国目前就像走钢丝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普夫 谈到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高门槛 但同时 几乎没有其他国家 像德国那样 从这种国际经济关系中如此受益 中国或许是竞争对手 也可能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但他既然是欧盟和德国的重要伙伴 强迫德国以中国脱钩 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肯普夫警告说 这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没有人真的考虑过 疫情中 德国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起来 刚刚 默克尔在佟李克强的视频会晤中 谈到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一 肯定中国防疫疫情的巨大努力 默克尔这句话 对比美总统对中国的指责 可以说是最好的反击 中国的抗疫工作 在国际上是受到了肯定的 至于某些国家一再横加指责 那是某些国家自己抗疫不利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默克尔表示 德中保持着密切的高层沟通 传递了什么 就是中欧之间的高层互动 是完全通畅而且有效的 在大国的关系间 这种密切沟通完全是有必要的 比如网络斯和中国 同样保持着这样的沟通 二 密切在世界贸易组织事务中沟通协调 默克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 先说了一句 德中两国都主张加强多边主义 这一段时间以来 世贸组织WTO的争议非常多 主要源于美国又威胁继续退军 打算退出WTO 美国威胁退出 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对WTO进行施压 让WTO更加偏向美国 但是分裂的是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 他不支持退出世贸组织 此时此刻 默克尔提出的密切在世界贸易组织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或者也有借力世贸 发挥欧洲经济大国的作用的意图吧 毕竟 美国认为自己是老大 欧洲也有自己的老大德国 默克尔的意思是两层 第一层 为了大家和美国搞好关系 我们来调停 第二层 如果大家和美搞不好关系 还有德国 三 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今年下半年 德国将担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就此 默克尔提出 在这个迄今 同中方同筹备好 欧中高层的交往 推进既有机制性的对话 加快欧中投资的协定判断 加强欧中非抗议三方合作 推动德中 欧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这中间包括一件大事 欧中投资协定谈判 欧中投资协定谈判是重荣之重 谈了这么多年 如今在今年结果 无疑将大大加速中欧经贸进程 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45周年 在外交上是中欧关系的大年 此外 今年对于默克尔来说 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 明年德国政府将换届 默克尔此前明确表示 不谋求连任 也就是说 今年和明年对德中关系来说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世界形势风云变换的今天 中欧能不能成为全球稳定 走出低谷的定海神针 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地时间5月20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大生活急 单边主义不是新冠危机的解决方案 针对某些国家的单边主义路线 近些日子以来 这已不是默克尔第一次发生 默克尔是在柏林德国总理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此表态的 而这个新闻发布会本身就附着一个专门的多边平台 当天稍早 默克尔与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举行了电视电话会议 这次的会议主旨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背景下 国际社会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 默克尔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态度鲜明地表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解决方案 当然不能是单边主义的 如试图将目前的国际分工和跨国供应链切割的支离破碎 试图在一国之内解决问题 他表示 倘如此 我们每个人都将付出最高昂的代价 由于宣布2021年德国会议选举后将隐退 默克尔一度趋于低调 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他再度活跃 多次发表反对已单边主义思维引导抗议的言乱 5月18日到19日第73届WHO大会召开期间 默克尔明确反对美国等国所提出WHO领导抗议 无用论等单边主义辱张 他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提出一个总额达5000亿欧元 旨在实现经济复苏的欧洲复苏计划 这项受到前IMF总裁现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高度评价 被自家欧洲重量级经济媒体交口称赞的计划 被公认为以多边主义应对新冠危机的号角 此次与多国家国际组织联合举行的电视电话会议上 默克尔呼吁IMF和市刑等协调世界各国采取进一步措施 改善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可能持续性 提供更多更直接的援助 他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帮助最脆弱的人群 默克尔近来屡屡对防疫单边主义开火 且刻意选择如此特殊的多边主义平台 绝非一时兴起 而是深思熟虑的有感而发和有地放逝 正如默克尔所谈言 这种单边主义趋势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 一些国家打着本国优先的旗号 蓄意破坏全球化趋势 开国际分工合作的倒车 甚至以零为贺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疫情的大爆发和国际化 更给了这些人以变本加厉的口识和胆量 为应付本国选民反对派的压力 他们不惜将疫情爆发的责任归咎于外国 归咎于国际化搭车 都受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偏方之类 似是而非的荒谬论调 甚嚣尘上 更令人忧虑的是 由于抗议需要 不少国家并非不明白 闭关锁国和单边主义是不可取的 却也不得不暂时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 在客观上 本已经支离破碎的国际产业链 和全球合作分工更加碎片化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实力的出口大户 其产业链完善发达 且得益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在产业链国际分工和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尽享红利 可以说德国是多边主义国际化最大的受益国之一 作为德国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 默克尔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 自新冠疫情肺炎爆发以来 德国尽管是欧盟范围内应对措施较得力 抗议成效较好的国家之一 但疫情仍给该国以外向行为主的经济带来重创 据德国统计5月15日数据 2020年一季度德国GDP较前一季度萎缩2025 环比缩水按年化纪律达8.6% 是两德统一以来第二差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 唯有继续大力倡导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对经济形势较德国更糟糕的欧盟伙伴和不发达国家 能拉一把就一把 才能让德国赖以为生的国际产业链和海外市场维持活力 从而让德国自己也赢得喘息之机 这固然是在帮人 但说实话还是在帮自己 目睹个别本国优先 大国任意践踏国际法准则 肆意撕裂国际贸易体系的危险 默克尔表示 德国希望加强法制和国际贸易体系建设 他警告 我们迟早会看到当全球供应链崩溃时 将造成怎样的危害 然而默克尔反单边主义的大声呼吸 并非那么容易产生积极效应 众所周知 美国是本轮反全球化单边主义潮流的引领者 从目前情况看 美国政府一方面力推重启 逼迫别国对美国人流物流开门 另一方面继续深沟高垒 不但不让肥水流入外人田 甚至希望把外面的肥水 也都流入美国的田里 默克尔如果不能有效地 应对美国多边主义国际化的干扰 确实阻恶这种单边利己主义行为 对全球化对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破坏 不论其大声呼吸是如何的阵容发聩 都注定只能是事倍功半 在德国国内 单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近年来有所抬头 而默克尔的执政联盟 则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作为一个新疆退休的老政治家 默克尔还能长得多久 一旦他隐退 德国这艘多边主义航船 能否继续保持稳定横向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